爆發在2002年底 造成全球32個國家與地區 8422人感染 916人死亡的SARS 究竟從何而來 這10多年來 始終是醫學界努力找尋的答案 我親戚就會問說 SARS都沒有了 你還做這個東西有什麼意義 情人優天嘛 2004年SARS消退後 醫學界一度將果子梨 認定為疫情爆發的遠胸 但經過不斷的病毒分析發現 SARS病毒應該另有源頭 我們需要找到它的自然宿主 你找到它的源頭 你才能夠在根本上 把這個疾病防住 如果再找下一個動物 應該找哪一種動物 那麼有專家就提出 我們應該去找蝙蝠 鎖定蝙蝠的原因 主要是因為 這種擁有特殊免疫系統的物種 原本就是上百種病毒 例如狂犬病 與伊波拉病毒的自然宿主 上個世紀90年代 發生在澳洲與東南亞的 兩次人數共患傳染病 根本源頭就都來自蝙蝠 全部貴州 廣西 廣東 湖北 湖南 河南 就是哪裡說有蝙蝠洞 我們就往哪裡去 終於 研究團隊在雲南 一個深山洞穴 一種名為菊頭符的身上 找到了答案 各種類型的SARS陽光 都在這個地方發現了 而且這裡面有些病毒 它是有的病毒 它是有潛在的 跨腸感染的這種可能的 研究團隊花了13年 終於證實了當年SARS的 傳染源頭 但雲南的菊頭符 又是如何傳染給廣東的果子梨 造成人類史上重大疫情 人士研究團隊 繼續努力的目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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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